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有任何疑问也可以问 今天的话我们先从最大的问题开始讲 就是黄金的问题 因为黄金的现在市场上的报价非常的不好 我相信大家也看到了 我们正在解决 今天的大部分的券商 目前的这个差价都是在几美金以上 像往常我们都是在一毛钱 或者是两毛钱的一个点差 那么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黄金价格 目前的价格是1584.6和1585.5 差不多是一块钱 这种情况其实是因为交易所 或者是流动性提供商 出现了一定的程度上的问题 那么主要是因为流动性不足 和市场上大的订单太多 如果是市场上都是小订单的话 很简单 我们就是一层一层的价位去执行 但是如果是突然有一个大订单 可以把价格拉到 直接拉上10美金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中间的价格就无法成交 因此呢会产生大额的 这样的一个跳空的情况 我们看一下 在今天一分钟图形上 在这一段 这一段时间点差呢会非常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也是价格从1565美金 直接拉到了1600美金附近 所以上涨幅度呢 差不多是30美金 但是因为订单呢 数量太大 因为我们知道OTC市场呢 就是在场外交易的 他没有中心交易所 那么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有较大的一个订单来执行的话 那么其他的小订单执行起来就非常困难 因为我们这个投行 在执行大的订单的时候啊 他的报价呢 可能我一下子就往上 把整个上面的所有的挂单都给吃掉了 那我们在上面挂的单 就不一定能够成交 并且呢点差也会被随之拉大 这个呢就是解释一下 今天的黄金的点差的一个问题 个别平台呢 甚至已经关闭了黄金的交易啊 比方说我们澳洲有家平台 就已经关掉了黄金的交易 所以说呢 中市场上一切都有可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所预见的 大家还是一样 这个有问题 记得在question里面问到 今天人还是人数还是非常多的 好 回到最开始的画面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go max一分钟啊 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 另外呢 就是金融交易始终是有风险的 在最近这几个星期的风险是非常大 如果是还能赚钱的人很少 可能只有10%不到 并且呢 只有1%的人赚的钱很多啊 剩下的9%可能也就是稍微赚一点 70% 80%甚至90%的人 目前呢 这几个星期都是亏损的 所以呢 大家要呃 也不要太难过啊 包括我本人在内 还有公司其他的这些 呃 做分析师也好 投资或者是交易员也好 都是啊 都是亏钱的 所以说大家啊 还是比较正常的这个情况 那么我们在金融产品中 外汇交易 股票交易黄金 是由目前的走势呢 都是比较类似的 呃 资金托管的这个安全性 我就不说了 那么这个小插曲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美国今天爆出来 美国参议院多名高层 在暴跌之前精准抛售美股 其实呢 对于呃 我们说做交易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信息的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当知道了 股市要下跌 或者是要上涨 或者是美联储要公布什么决策的时候 这种信息呢 是最重要的 那么美国参议院的这些议员呢 就在美股暴跌之前啊 抛售了近百万美金的股票 那么甚至其中有一个人呢 把所有的股票全抛了 那么在目前来讲的话 他的这些资金呢 相当于啊 是翻了一倍 对吧 如果是按照他没有抛出到现在 基本上是亏损百分之四十到五十 这么精准呢 现在他们也是在被调查 并且呢 也是引起了社会上非常不满的一些声音啊 因为他们掌握了最核心的一些机密信息嘛 啊 所以呢 我们要对待政治问题 要客观冷静一下 并不是每一个议员呢 都是那么大公无私的 所以呢 在金融投资领域我们也要知道啊 为什么在美国市场啊 中国和这个海外欧洲国家已经出现了大幅疫情的时候呢 那二月份美股竟然还是在上涨 竟然没有跌 但是之后就快速下跌了 所以呢 其中的原因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么很多人也在说08年和近年的一个对比啊 整体上来讲 我们认为经济上很难产生08年那样的一个金融危机 但是经济衰退肯定是有的啊 经济衰退和金融危机是两个概念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写一下好了 就大家每次听网课的时候啊 尽量能够记一些东西 虽然我们也不一定是对的 但是大家记起来之后啊 写在本子上以后反驳我们的时候至少是有证据的 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 这是两件事情 经济衰退呢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经济危机呢是一个啊就像燃放烟花一样是一瞬间的事情 那么在07年08年的时候呢我们知道是楼市引发的一个次贷危机 所以呢我们看一下今天啊我们产生次贷危机的概率是很低的 我相信大家也非常清楚虽然我们手里有房贷 但是呢还不至于让我们还不起贷款 那么澳洲也是一样的虽然老外比较穷啊 但是呢他们也没有说在15年16年啊或者17年还在持续大量的购买房屋 而在17年18年其实我们澳洲的这个房产价格包括拍卖率啊或者是换手率就已经在下降了 因此呢由房市引发的金融危机次贷危机在今年就不可能发生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另外呢就是一个问题啊债务危机 能不能发生 那么在昨天和前天呢澳联储连续两天买入40亿元澳币的债券 也就是说债务危机是有可能发生的 尤其是在现在我们知道餐厅呢从今天开始都已经只能做外卖啊 只有外卖 不能堂食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其实餐厅是很难受的 本来就没多少人 呃其他企业也是一样的 如果是员工在家办公的话 那么整体上来讲公司的一个收入和客户群体的数量都会下降 那么公司假设原来负债这么高 现在还不上钱怎么办 那未来只能引发一场债务危机 所以呢澳联储就是买入40亿澳币的债务 包括公司债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啊 以防未来的债务危机继续发生 所以呢今年最大的一个可能性呢就是经济衰退啊 债务危机现在政府呢正在解决但是经济衰退无法解决 所以呢有可能就是啊 现在我们虽然看到了政府在救市 但是呢股票还在下跌 就是因为啊啊股票代表的是经济衰退 而债务问题啊是现在首当其冲要解决的啊 所以说呢目前的重点还没有到股市上因此呢股市的一个上涨还并没有开始 那么经济衰退呢是解决了债务危机之后的第二部分 也就是说政府呢把经济衰退的解决放在了第二部分来考虑 什么时候债务危机才能被解决掉呢啊 就是当银行不差钱了银行不差钱意味着他的资产可以 以前我们叫缩表嘛现在可能大家不太理解 那么现在呢银行有钱了之后呢 他可以提高 负资产 也就是说可以提高不良资产比例 我过去呢在国内做过不良资产啊 不良资产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方说中石油中石化给银行借了100万 我不还不还给银行对吧 那就没有办法因为中石化中石油的这个官员的职位 要比银行的官员职位要高啊 行长跟他要钱可以不给 所以呢最终成为了坏账 那么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就上升了 正常的一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呢 比例是低于3%的 而现在呢我们预期未来呢可能会上达到6% 也说放出去100万的贷款可能会有6万的贷款收不回来 那么这样的比例就会非常高 而现在呢国家为了保证 即使上升了6%的一个坏账比例啊 银行也不会倒闭 怎么做呢 比方说很简单 就像我们炒股票亏钱了亏了6% 对吧 假设100万亏了6%就是6万 对吧 但是我还是要让他变成3%的亏损怎么办 我再往里放100万 那么现在的资金就变成200万了 那么200万对于6万的一个亏损呢 那么就是3%了 对不对 所以呢坏账率又重新从这个6%降到了3% 所以目前政府做的事情呢就是这样的 一个呢是提高不良资产比例 另外一个呢往银行注入流动性的资金 给他们钱 让他们把自己的资产规模做大 所以呢比例就会下降 那么只有当他们继续在第二次保持了3%的水平 那么银行出面进行经济衰退的一个调整 那么第二部分啊就重新的出现了 那么股市就会随之上涨 这个周期是有的啊 不会说是突然发生的 那么结合08年的情况呢 当时股市是下跌了一年多 基本上是接近一年半的时间才开始大幅反转 而今年呢不会持续时间那么久啊 因为疫情本身就是一个变量 如果像澳洲目前基本上开始控制了 如果是疫情在4月开始慢慢消退的话 那么相信在4月中下旬开始 股市就会做出一个非常不错的反应了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恐慌 像08年那样的一个危机啊 对我们啊 普通人来讲不会发生 影响也不会很大 大家手里有房产了 也不用担心现在去抛售 现在抛售肯定也卖不掉 对不对啊 我看了现在啊 大家也不会说是挤在一起去拍房子 毕竟有风险嘛 那么在3月份4月份 甚至5月份都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期 加上呢很多企业家 很多这个老板 在目前现金流不足的情况下 他有可能会在未来卖出房子 因此呢在4月份5月份房市呢 也不会很好 大家如果是要买房子的话 可以在6月份开始看啊 因为房产的周期呢 会比股票还要长 因此呢在股票开始上涨 涨回原来的下跌20%的时候呢 大家认为这个房市才是出底了 因为股市的反应相当于是一根5日或者30日的均线 而房市的走势呢 相当于是120日的均线 这个概念大家肯定一说就了解 那么大家有问题啊 一定要多问 在question里面问 我相信最近赚钱的人很少啊 所以说大家有想做什么产品 直接跟我说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今天特意是啊 做了几单欧元的案例 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都是在家办公啊 所以说呢这个账户 我就用公司的这个hedge live account live account来做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今天的一个战果 虽然不是很丰硕 这个是欧元 大家能看清吧 短线交易 基本上都是利润在100块钱左右就走掉了 很短 因为我做的是一分钟线 现在的市场呢 不允许我们去做很长的一个投资啊 除非是我们资金很多 然后呢慢慢去建仓 当然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的 就是这种短线交易 那么在今天的短线交易呢 我的交易集中在下午这段时间 就是网课开始之前 平台时间的是3月24号啊 10点钟的时候 现在呢是平台时间12点 也就是说两个小时之前 我做了这些交易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再放大一点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 有人有问题了 短线累人啊 短线是挺累人 但是现在的话 做长线没底气啊 大分我们的资金都被套住了 所以呢 也不怕大家笑话 对就是确实是已经被套住了 大量的资金 所以呢 目前如果是再进行长线的话 一旦再有一次大幅的下跌 那么资金的损失就会累加啊 比方说我们现在抄底任何的产品 包括股票也好 如果再跌10% 20% 如果我们的资金啊 比方说前期就已经被套了90%资金 那剩只有10%可以用了 那这些资金当然不能做长线了 所以呢 长短线都行啊 一会儿再给大家讲长线 那么短线的话 其实很简单 首先呢 我们就要判断日线啊 先看日线日线的级别 好 日线我们看到了欧元呢 在大家看右边啊 是在下方有三个十字星的感觉 对吧 那么最下边的是1.06358 那么这个位置呢 是连续两天没有跌破 也就是在昨天和前天没有跌破 而昨天的低点呢 比前天啊 要高 也就是说呢 他开始形成了一个反转的可能性 对吧 有反转的这个可能性了 就是高点 我放大一点 高点越来越高 低点也越来越高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概念 就是低点 对吧 低点 低点越来越高 在右边啊 这个图 那么高点呢 上边也是越来越高的 对吧 那么就意味着呢 非美货币可能开始形成一个反转 那么这样的反转呢 就意味着我们今天的主要策略呢 都是做多啊 大家看一下左边 我全是败 对不对 欧元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策略 我们做短线呢 首先要判断一个大方向 大方向对于短线来讲的话 就是日线了 日线 我们判断的今天是大概率上涨的 那么因此呢 如果是日线的图形不被破坏的话 我们今天呢 主要还是以败为助啊 买涨为助 这个呢 就是先判断日线级别 那么日线级别判断出来之后啊 我们再去看这个 我们选在哪个小时的小时段里面去做啊 那么我们看到了任何价格的上涨和下跌啊 如果在没有重大消息之前 他都是有涨有跌的 对不对 像一个波浪一样 给大家画一下这个波浪线 上升 然后又下来 然后又上升 创新高 然后又下来 然后低点越来越高 对不对 然后呢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通道的感觉 所以大家要会画这个趋势线和通道 很多讲技术分析的人 其实无非就是在做这一个事情啊 这是我们刚刚的这根线最低点 所以画图画的好的人一般技术分析都不会太差 技术分析呢 画通道啊 它就是连接最低点 最低点 然后呢 形成了一个通道 最低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我给他瞄的黄黄的啊 然后开始的点在这儿 两点连成一线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出现了一个支撑啊 支撑通道 但是呢 因为我们看的是一小时啊 那么我们再换成15分钟看好了 对吧 15分钟呢 跟我们刚刚的小时图的这个走势差不太多 所以基本就验证了今天呢 就是一个动荡向上的一个点 另外呢 还有一个叫维加斯通道啊 这个维加斯通道呢 是做短线比较好用的 虽然它是这两根黑线啊 我给他描粗一点 这两根黑线就是维加斯通道 那么一根呢 是144天线 一根呢 是 169天线 也就是说这两根线在一起之后呢 啊 他们在一起了 在一起了之后呢 我们会发现啊 价格经常会碰到这根线 啊 然后就上去了 在短线的交易时候啊 我给大家再看一下 当我们啊 触发到了这个支撑的时候 画出了一条支撑线 对吧 这条支撑线 那我们要知道买入点是在哪里 卖出点是在哪里 那么首先呢 他有一次碰到了这个维加斯通道 是在什么地方呢 啊 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这个位置是碰到了 我描一下 然后呢 这个位置是横盘 对不对 这里在维加斯通道 这里一直横盘 横盘之后呢 出现了一根大阳线 在这里 对吧 那其实呢 买入点就可以是这根大阳线 因为在横盘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下去吗 所以呢 我们只能在他产生了一根大阳线之后 也就是说非常有强有力 阳线是什么意思呢 阳线呢 越长啊 比方说这一根 他的力量就越足 势能就越足 淘股票的人都知道 判断一个股票能涨多长时间 看的就是他的势能 对吧 所以呢 你必须要有一根非常强的上啊 往向上的一个阳线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些例子 那么这一根是向上的阳线 对吧 这一根都是向上的阳线 但是呢 力量不是那么足 最足 这个图形里面最足的是哪一根 是这一根 对吧 这一根是非常足的 他呢 直接导致后面的这个高点 在这里 比前面的高点要高 这个呢 就是真正的一个突破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突破 所以呢 这根阳线就非常重要了 它是带着整个的行情开始了一个反转 我们在找反转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找十字星 对吧 十字星确实是一个反转 但是反转的力量不是那么强 只有在十字星之后出现了一根大的阳线 那么才会让它的反转的力量非常强 对吧 就是现在呢 大家都在抢筹码 为什么会产生阳线呢 这么强 就是因为在抢筹码 所以它上涨的速度才会更快 对吧 就抢筹 所以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图形背后的一些含义 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去看出来背后的一些资金博弈的力量 那么在这根线上涨之后啊 这个像阳线出来之后啊 我们可以开始买入了 那么最终呢 我们会在这里啊 同前期的高点就平掉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第一个阻力位就出来了 阻一 那么如果是我们在这个位置没有买入的话 那好了 它又开始回调 到这里开始反转了 对不对 大家发现啊 这里反转了 连续出现了三根阳线 这么强 就意味着今天呢 其实呢 还是整体上是看涨了 并且呢 新高 对吧 新高是在这里 又比前高啊 又要创出了一个新高啊 所以说呢 在低点也是啊 开始产生了一个更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我们今天大的方向确认了 就是一个by的方向啊 就很简单了 剩下的我们就回到一分钟的图形里面 其实短线交易呃比较有意思 但是就是确实比较累啊 需要我们能够足够的冷静去判断价格的一个变化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它已经价格出现了回调 给大家看一下 在这个高点的位置呢 是1.086几 1.0865 这个高点 好了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呢 是1.0820 21吧 应该是 我看一下 哎呀 我给擦掉了 不好意思 好 1.0821 1.0821 那么高点的话 我也给出来大家 其实我觉得技术分析就是一个拼图游戏啊 1.0865和1.0821 大家一定要对这些数字非常敏感 或者是经常记一下高点的一个价格 1.0865 低点呢 是1.0821 好了 一减的话 我们发现这个是多少呢 这个是不是0.0044 对不对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就会判定来讲的话 这样的一个大幅的上涨之后 他回调的一个空间啊 基本上是40个点 所以呢 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买入了三个啊 买入了三次量还非常大 就是因为呢 他已经是接近于40个点的一个震荡区间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呢 去买入是比较合理的 并且亏损概率更低 那么在之后呢 我们看到啊 还有一单是在这个位置买的 对吧 这个位置也非常的好 那么我当时止损设在哪里啊 这个啊 大家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这有一根蓝色的线 就是蓝色的箭头 这个呢 是买入的地方 然后呢 卖出的地方是这个地方啊 对吧 那么基本上呢 是这个短线交易的最低点和最高点 所以呢 这一单交易也是比较成功的 那么在这里为什么我要在这个价格买啊 刚刚也给大家说了 另外呢 我是设止损啊 不是说大家低点的买入的这些短线交易就不设止损 止损是一定要设的 短线交易必须要设止损 这一单是哪一单 我给大家看一下 好了 就是在就是这一单啊 那么最终赚了48块7毛6的这一单 那么就是我刚刚给大家讲到的 现在图形发生变化了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刚刚说到了低点是在这儿 然后高点是在这儿啊 我没有在最高点除掉了 我描一下 大概呢 就赚了这么多 这么多是多少呢 这个呢 是往这边移一下 1.0830 1.0837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短线做交易呢 都是很快的 这个是一分钟图啊 一分钟 所以呢 一般我们在家没有什么事情做的时候呢 就可以做到短线 那止损的话是在哪里 大家看底下 下边 下边我给花传 S L呢 就是止损 大家看我基本上都说的是止损 对不对 那么止损的话 这一单呢 是1.0825 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呢 是1.0831 对不对 1.0831 买入的价格 那么止损呢 是1.0825 那么一减的话是多少呢 是不是0.006啊 0.0006 非常的极限 对不对 但是止损都没有打掉 那么盈利的话 也就是 1.0837 差不多也是0.0006 对吧 那么短线上 短线交易 我们一定不能做到什么呢 就是一定不能止盈小于止损 也就是止盈和止损呢 至少要1比1啊 也就是赚6个点 亏也要6个点 这样呢 我们长期五五开的概率 我们才能赚钱啊 不至于亏钱 如果是赚10个点 亏20个点 那假设我们的概率是五五开的概率 那么最终也是亏钱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刚刚说的这些短线的交易方法 第一个呢 是什么 给大家总结一下 第一点呢 就是看日线 寻找日线的方向 对不对 我们判断日线到底是震荡 还是下行 还是上涨 那如果是震荡的话 我们呢 当天呢 就不用慌了 那么止损和止盈 就会设的稍微大一点 对吧 那么如果是单边的话 单边 单边的交易方法 那么止损就是要近一点 尽量只做顺势 就是大家总是喊口号顺势单是什么 这个呢 就是顺势 对吧 如果是今天是上涨的行情大概率 那我们今天就只做上涨的 逢低就做涨 对吧 就很简单 那么如果是震荡的话 就止损远一点 少做 尽量减少操作次数 也不要加单 盈利再走 震荡最好的优势呢 就是在于他不怕被套 就是不管你什么价格买入 不管是买涨还是做空 最终的都可能会盈利走人 那么这个呢 就是震荡行情最大的优势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是尽量少做单 千万不要做的密密麻麻的啊 整个屏幕都是自己的单 那么少做单 这样的话赚钱了 我们平仓 然后呢 再开始做新的交易 平仓后再开新单 那么短线交易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 这个线啊 大家看一下在这儿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 所以说呢 今天我们在跌破就不能做空 对不对 我们今天不做空啊 跌破了也不做空 那么在这个这两根黑线之上 我们才开始做账 比方说什么位置 比方说刚刚我们谈谈谈孝间啊 这个位置 我们就可以做账 因为呢 我们还是说啊 在一根阳线上来之后啊 这根阳线上来之后 我们才能做短线 对不对 那么短线的指引就是前高 对不对 就是这个位置 大概是1.0840 那么止损呢 就是在这儿 对不对 这是1.0825 对吧 所以呢 我们最终赚的呢 就是这一段啊 我描的粗粗的 黑黑的 就是这个位置 大家就看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位置 他下跌 我们能不能买涨啊 不能 那么做单一定是顺势的 顺势就是短线 顺势 加长线 都是顺势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短是短线是下跌的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不能去做这个尝试的涨 没有必要 那么除非是在他站到这个上面以后 出现了一根大阳线啊 像这样的一根阳线 大家要记清楚啊 那么像这种情况能不能买啊 不能买 对不对 所以他就下来了 因为他没有一根大阳线 啊 在这儿啊 我们看快了 如果是他未来会形成一个大阳线啊 那么最终我们可以去买涨 所以呢 现在短线的话 我们需要做的呢 就是边看电视剧啊 边唠嗑 然后边看看图形就行了 不用每分钟一直不停的盯啊 可能我们等两分钟盯一下就行 好 那么这个时候呢 他就可以出现了一个机会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机会还没有那么好 如果呢 我们觉得机会出现 但是没有那么好 我们可以做多少 可以做0.1 对不对 因为他这个阳线已经足够大了 假设他这一分钟冲不上去 那么我们设止损设在哪 1.0825这里 这是最近的一个止损位 这才多少个点的止损啊 大家看一下 1.0825 -12块钱 对吧 那这一单如果我们亏的话 就只有12块钱 如果你比较着急的话 又觉得这个机会 我想试一下 那么就拿小一点的单 比方说0.1 或者是0.05去试 这个叫试单 因为他并没有站到这个上面 但是我们又不愿意放弃这种交易机会 所以呢 我就试一下 那么如果是比较确定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像我这里啊 有0.5对吧 0.5你就会发现 哎 我赚的话就是50块钱 100块钱 那么0.1的话 那么赚的话 亏的话都是10块钱左右的一个幅度 啊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讲的 就是小单要试单 试单一定设止损 并不是每一笔交易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如果是一笔交易 他又不是那么完美的地方 我们就要给他打折扣 最完美的假设我们是一手 那么他没有站在年线以上 或者是没有站在维加斯通道两条黑色线以上的话 我们呢 就做0.5手 对吧 那如果是他没有出现阳线啊 他没有出现站在这根黑色线以上 还出现阳线的话 那我们就做0.1手 所以呢 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策略 那么这样的话 通过这样的一个价格上和手术上的调整 我们最终降低自己的风险 所以大家可以记一下 不一定今天啊 我们讲的就完全正确 但是呢 今天给大家一些短线的交易技巧 那么这一单呢 就被之孙打掉了 我们往上看一下 今天有没有其他订单也被打掉的 肯定是有的 啊 在这里有一个stop loss止损止掉了 然后再加上刚刚的那一单啊 上面那单亏的是80块5毛5 这一单的亏损只有12块7毛9 所以呢 止损是一定要设的 因为我们是短线交易啊 刚刚呢 我们给大家非常好的演示了一下 就是短线交易 那么另外呢 就是目前的这个走势情况 还是在这里来回震荡 很多人说 哎 我刚刚如果是没有止损 这一单就回来了 对不对 说的定定还能赚钱 这个是不对的 那么你做长线是可以的 但是做短线一定是不可以 因为很多人他就是 不设止损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这个就擦掉了 大家如果是没有记住了 看我们的回面 后面的一个YouTube的视频的回放 短线单被套 被动 成为长线单 很多人都是这个样子 本来我想就是今天交易一下啊 赚一点吃饭买菜的钱 然后我就平掉了 但是最终呢 这个单被我拿了一年 甚至两年 一直被套着很难受 资金也动不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不设止损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好了 如果是再有一根向上的 比较强有力的线啊 赞助那我们就可以去顺势买涨了 如果大家想试的话 可以走个0.1 试一试 0.1的数量还是比较小的 那么现在还是没有赞助啊 所以说我们也不太着急 那么这个呢 就是短线交易的一些技巧 另外呢 大家问的很多 就是英国石油应该怎么做 英国石油啊 就是这个呢 英国石油的话 我们在 我在今天早上的广播啊 虽然没有及时给大家做广播啊 昨天不小心给忘了啊 在家办公太舒服了 就忘掉了 那么今天早上的广播也给大家说了 这个石油可以买涨了 因为石油本身呢 我们也知道它是有一个价格的 这个价格呢 就是成本价 另外呢 我们看到了 从昨天开始这个价格石油呢 就一直在蹭蹭蹭往上涨 那么往下的阴线啊 大家看这有阴线 对不对 三根连续的阴线 这有三根连续的阴线 这有五根连续的阴线啊 这15分钟线 15分钟 我们今天不讲 不讲 现在不讲长期的啊 我现在只讲短线交易 那么我们再数一下 就是上涨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三根下降的下影线 而这只有一根上涨的线 就持平了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是五根下下行线 然后这是三根啊 持平了 对吧 那么就是下跌的时候 当下跌的时候 我需要三根线 但上涨的时候 我一根线就拉回来了 那么下跌的时候 五根线上涨的时候 三根线就拉回来了 这个代表了什么 买盘的力量开始非常强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做交易呢 短线它有一个叫盘杆 盘杆呢 就是在这里 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刚刚说的这个就是线的问题 大家数数 另外呢 就是看很简单 我还是写一下吧 这样大家能记住 所以我们就数一下下跌的k线数量和上涨的k线数量 哪个更多啊 如果是哪个更多 哪个就更弱 就是同等范围内 对吧 就像带兵打仗一样 大家在这里交锋啊 我只需要一次冲锋啊 我就赢了 但是你需要三次冲锋 对不对 那么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就意味着啊 走出了这个顶部 我还是用一根横线好了 在这里走出了完全走出了底部啊 已经是有不管你是W也好啊 或者是上突啊 向上突破阻力位 就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 这个是昨天 昨天出现了非常明确的看涨信号 还有个信号是在哪里啊 就是在这里 他虽然是在这个均线这里 顺着均线又往下走了一个S型 但是呢 在今天 今天啊 踩住了这个 已经走到了这个线的上面 大家看一下 这个维加斯通道的线的上面 走上来了之后呢 在这里开始三根阳线上涨 那么基本上预示 他下一个价位还是会上涨的 就是在30块钱附近 那么现在的止损的话 大家可以设在哪里 如果是短线的话 我们要设止损的话 很简单 第一个维加斯通道27块5 第二个呢 是27块 这个呢 就是止损需要设的一个支撑的一个区间 27块5和27块 那么上涨的第一个 我们只赢的位置呢 可以设在30啊 如果你是做一个 这个已经算中线了 因为我们看到的就是 你一天的波动呢 也就是两三块钱啊 如果是28涨到30呢 至少需要一天 也说到明天或者后天的时间 他能涨到30就不错了 前期呢 还不能有震荡 为什么是这个线啊 为什么是到30啊 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有两个阻力的 然后呢 现在的价格是不是28.51啊 那么我把这个线滑过来 也就是说 这一根阴线非常重要 我们知道在暴跌的时候呢 阴线下来 一般阳线同比例上去 所以呢 这个是有大概率收复这个湿地的 还有什么问题 我看一下 黄金现在不能交易 有的软件黄金还在价格波动 但是价格虽然波动啊 但是你不一定能交易成功 另外呢 交易成功了 但是你点差非常大 所以呢 黄金今天如果是有短线交易的 大家就不要动了 这个是市场特殊的一个情况 看一下现在的一个点差 现在呢是1589.8和1592.3啊 太高了 这个基本上就不动了 这个市场突发事件啊 所以说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JNC是因为差一分而蓝腰结断吗 股票的长期投资策略 股票其实很简单 股票没有什么太太大的一个长期投资策略的问题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after pay after pay 现在跌成占了都 跌的幅度非常大 辉煌的时候 这个after pay 曾经40块钱 现在已经跌到了10块钱 股票的长期投资的话 首先呢 我们要分析就是公司的一个现金流 尤其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现金流就是你能活多久的意思 现金流越充沛呢 你能活的时间越长 其实举个很残酷的例子 就是如果是大家的职业啊 是这个外卖员或者是送餐员 然后家里存款又不多啊 可能像我们很多老外 只有1000块钱的存款 对吧 那1300块钱存款 我们就需要钱来维持生活 那这样的话 我就不得不去打工 那么假设疫情这么夸张 我还是要冒风险 不然的话我就没有现金收入 所以对企业来讲 最重要的呢 就是现金流 如果是现金流断了 那么企业就要裁员 就要缩减开支 就不能做广告 就不能扩大客户群体 那么他呢 就会越来越下 他的企业状况就会越来越差 所以现金流是目前 基础市场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所以说现金为王 那么对企业来讲 是真正的现金为王 现在 以前呢 我们经济好的时候 看他的增长空间 看他的潜在消费者 那么为什么 Afterpay跌的这么惨呢 他其实呢 跟Mayer是一样的 或者是David Jones 对吧 因为你消费多的时候呢 你才会用Afterpay这种公司嘛 所以脏经济不好的时候 他是第一个被抛售的 所以说现在能不能买 我们同事有想买的 但是我是暂时还不会买 虽然他跌了多少 跌了百分之三十块钱 百分之七十啊 从四十跌到了百分之下跌是百分之七十啊 跌了很多了 所以呢 如果是跌了百分之七十的话 大家可以稍稍微考虑买一点 因为对于正常的不受经济危机影响了 或者不受这次疫情影响的股票呢 我会发现他下跌是百分之三十 对不对 包括一些中国的公司 或者是 CSL这种公司 那么他下跌的幅度都比较小 百分之三十 那么受到正常的一个冲击影响呢 是百分之五十左右的跌幅 对不对 那么像Chrome Quantus这种公司 下跌幅度就是百分之七十了 所以呢 就是受到影响了三个下跌幅度啊 包括银行 银行肯定是受到影响了 对不对 所以银行现在下跌了百分之五十 那么Quantus 这种公司呢 下跌不到百分之七十 我们就不要进场 之前有人说抄底Quantus 如果是没有到百分之七十跌幅 就不进场 因为他是直接被影响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啊 第一个呢 是没怎么被影响 那么第二个呢 是间接被影响 那么第三个啊 下跌百分之七十的 就是直接被影响 Quantus这种股票 还有Chrome赌场 对吧 因为都没有人聚在一起了 Chrome的话是室内啊 对吧 但是政府要求一百人以内的聚会 现在基本都停止了 那Chrome算不算呢 所以那Chrome肯定是没有人的了 那股价能跌多少呢 我看一眼 虽然我一直不太喜欢Chrome 这个呢 就是Chrome的股价 是从12块多13块跌下来的 基本上是跌了百分之五十多万 不到百分之七十 那么未来还是有下跌空间的 跌到百分之七十再考虑 所以呢 我们抄底的话 也要去根据这个准则来啊 如果是我们想要找反弹的话 其实最好的是什么 受到中间间接影响的是最好的 因为直接影响 你不知道有没有结束 但是呢 没有被影响像CSL这种上涨空间有限 所以说呢 最好就是中间这一栏 受到间接影响 下跌幅度 接近百分之五十的股票是最好的 那么大家可以抄底 把资金分成五份 对吧 第一份已经被套了 或者第二份也已经被套了 那么剩下的三份怎么办呢 就是每跌百分之十买一份 股价每跌百分之十再买一份 那么我说的这个股价跌百分之十啊 是从比方说十块钱的股票啊 跌到五块了 对吧 那么再从五块跌到四块 算百分之十四块跌到三块 算百分之十啊 所以呢 就是整体的下跌 不过从 从个人角度来讲的话 我之前呢 是每跌百分之十就近嘛 那么到现在的话 我们看到就市场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短信提示了啊 虽然曾经发过短信 让大家亏过钱 但是今天发的还是赚钱了 今天早上我们就发信息了 说这个股市开始反转 然后非美货币开始反转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中手机 有没有收到我们短信提示啊 我们看到英镑对美元上涨突破1.4% 所以说我们今天判断了大方向 非美货币上涨是没有问题的 包括欧元啊 包括这个英镑这些 大家看一下英镑呢 今天已经开始创新高了 马上 这个呢 是五分钟图形啊 所以说现在也是开始创今天的一个新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欧元 欧元是不是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啊 出现了一根阳线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你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 首先呢 我们要知道短线啊 上面你的方向是什么 对吧 大家看一下出现第一根阳线之后 第二根阳线 你就就是基本上就上涨了 大家可以直观的来看一下上涨的速度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短线交易的方法 非常简单 非常直接 现场教学 那么第一个指引点 大家一般会说在哪里啊 第一个指引点的话 就是前高了 就是这个位置 啊 差不多到这儿 我们就短线就基本上已经离场了 那么今天的话 其实英镑比欧元要强一点的 那么原因也很简单 因为英镑最近的跌幅实在是太大了 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也跟大家之前讲过要有参照物 参照谁呢 就参照英镑 看一下英镑今天走势实在是非常漂亮 非常符合我们刚刚给大家讲过的 那么看先看左边啊 大幅上涨 对不对 非常强有力 那么下跌我们能不能做空啊 不能做空 为什么 因为今天我们给他大方向是向上的 对不对 好了 碰到均线之后 出现了第一根上涨大阳线 然后开始买涨 对不对 这么有力量的一根阳线 然后这一段短线 那么这里也是碰到之后呢 又一根大阳线 然后这里能不能买 这里不能买 这可以啊 这一根大阳线上来啊 虽然没道指引啊 出来了 没关系 我们肯定是有止损的 那么这再买 这再买肯定就是赚钱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你要经常复盘啊 你看一下 每次上涨的这根线是多么的有力量 对吧 你看这一根线 多么的有力量 所以呢 他上涨的力量 比下跌的力量要强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判断 就是本来日线上 我们就是上涨了 那么短线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逢低 就是买涨 那么逢低买涨 主要还是看 一个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维加斯通道啊 另外呢 就是判断这个线 是不是向上的阳线 好了 我们再回过来看这个 这个欧元啊 有没有到我们刚刚说的啊 看不看见啊 大家看一下 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突破了 并且这个刚刚幅度非常大 每根线啊 是一分钟 所以说呢 在我们刚刚啊 这给大家看到这一分钟线 就基本上能够非常清楚的解释了 我们短线交易的这个策略成功率是非常高的 对吧 是涨了 对吧 从这个1.03 1.083 对不对 1.0833啊 一路上涨 那么第一个指引已经是完全达到了 所以说短线基本上已经是完全获利离开了 那么由于我们今天的大方向是长线 是看涨啊 这大方向是看涨的 所以说你也不必惊慌 如果是买涨了 被套了 或者是止损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重点给大家讲到的短线交易 所以说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是在哪止损的 一定不要因为自己的止损而苦恼 止损是一定要设的 在这个位置 有没有看到 买涨了是不是这个价格呀 对吧 这个价格止损了 所以说呢 在这根线 黑色两根线这个位置 如果是要买的话 很容易被打掉止损 所以呢 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有一根阳线站上来了 这根阳线是站上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买涨 啊 所以呢 它的价格是上涨的 这个呢 就是短线交易 我相信 以前呢 我交易的股指比较多 大家还有没有人能够记得啊 曾经我说股指应该是怎么交易 顺势交易 股票指数一定是顺势交易的 对吧 那么顺势交易最大的问题就是 买涨杀跌 以前的那个网课里都有买涨杀跌 很多人不喜欢反而要抄底 那么这一次就亏得很惨 当然了 我们作为长期投资者是可以去抄底的 但是呢 如果是只存赚钱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是一定要买涨杀跌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呢 就是股票指数非常触目惊心啊 但是呢 买涨杀跌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你现在的话 一定要追涨而不能做空 不管你是做短线还是长线 那么在澳洲股市30分钟线 它已经开始站在了这个维加斯通道的上方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未来还是要继续上涨的 除非是有基本面又发生了重大变化 那么在一小时图形的话 澳洲指数的阻力位呢 是在4900点啊 就上涨大概还有80个点左右 那么日线级别上来讲的话 它的上涨空间就更大了啊 所以说呢整个金融市场目前基本上已经稳定了 所以呢我来讲也是给大家点信心啊 赔的比大家多啊 基本上比大部分人都多 所以呢大家也不用很难受 不用这个心理很不舒服 做金融投资肯定是有赚有赔 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呢 在合适的一个方法给到大家 然后根据自己的性格 你是做短线 有没有时间做短线 另外呢长线的话 你就配合着一些底部 目前已经出现底部信号的 包括石油和指数 或者是个别的股票开始建仓 澳纽 澳纽呢其实也是我们比较常做的 这个呢曾经啊 过去40年的时间里面没有跌破1 但是呢在18号的晚上是跌破了1 这个非常触动啊 但是买盘非常大 底下的买盘非常大 这个是能看出来的 为什么买盘非常大 但凡价格下跌 包括尤其是股票啊 价格下跌的时候 一旦创出了历史新低 大家觉得他至少还会往下再创出新低 对不对 不可能马上创出新低就回去了 但是澳纽是个例外 澳纽呢最低点 0.9993 0.9994 也就是说破1之后呢 只能往下7个点 往下走7个点 所以呢有胆子大的人呢 可能会在那个时候抄底 但如果我们已经被套了 那个时候就不能抄底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也是市场正在恢复正常的一个时候 那么恢复正常 澳元对纽币自然也要恢复正常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下跌的这个最近 其实是从三月份开始下跌的 那么这样的一个跌幅的原因 就是因为澳洲的疫情比新西兰严重 对吧 现在就比的谁更严重 目前澳大利亚已经开始控制了 所以说呢控制 哎涨了四天 那么如果是控制的再好 他就继续往回涨一涨 那么一直是到1.03 5到1.05之间 这样的一个水平 是澳元对纽币目前比较合理的一个价位 就是1.035到1.05之间 所以呢他如果是澳洲和新西兰的疫情 是比较类似 或者是没有差那么多的情况下 他的区间会回到这里 如果是澳大利亚又严重了 比方说又是谁不听话 天天得了病还出去跑步 到处去对吧 去串门 或者是哪个外卖小哥 不小心对吧 得了疫情 然后还要还要到处送外卖 那个就麻烦了 所以说呢 也会存在这种意外情况 不过概率比较低 Macari Bank Macari Bank的话 就是澳洲的投行了 对 Macari银行的话 曾经价格呢 是140多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现在呢 150多 现在已经跌到了70多 也是腰斩 Macari银行呢 比较高傲 那里的人 而Macari银行的奖金呢 主要是来自于银行的股票 股票和这个股价 所以呢 现在的股价下跌 对Macari银行的高管影响非常大 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让股价回升的 如果我们买的是澳洲四大银行 我们买的其实呢 是稳定的 相对稳定的一个投资回报 是一个分红啊 是一个地产和借贷和放贷的一个关系 那么如果我们买Macari银行的话 我们买的是投行 澳大利亚就这一家投行 所以呢 如果是未来我们预计啊 金融市场上会反应比较不错 那么我们就可以买Macari银行 他没有太大的问题 因为他都是轻资产 他也不像澳洲四大啊 这个地产负债那么高 Macari银行的这个固定资产 负债比例比较低 所以他是轻资产 不过Macari银行有个问题啊 他是用杠杆的 所以呢 结合优点和劣势来看的话 跟澳洲四大没有什么太大区别 价格上也是一样的 都是跌了50% web webjet webjet好像应该是跌的比较惨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webjet从15块钱跌到了3块5 这是跌了多少啊 超过70%了吧 但是他可能会破产啊 手机没电了 15块跌到了3块5 这是跌了多少 我看看 15减3.5 除以15 跌了76%了 但是webjet可能会破产 这个不太好 所以说航空类和重资产类的公司 我都不会去碰的 假设疫情结束了 我也不会去碰 因为你买反弹的话 买什么公司不好 为什么要买这个呢 如果是澳洲的企业破产了 他会很麻烦的 澳洲人工很贵的 所以说呢 破产不是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不会碰这个 假设他跌了80%我也不会碰的 NAN是可以的 NAN是轻资产公司 现在只有4块6 这个是可以买的 对吧 他从高点到现在7块6 跌到4块6毛5 他不受影响啊 他不受影响的话 他现在股价 我们算一下好了 7块6最高点 现在4块6 3块钱 3块钱除以7块6 下跌幅度40% 对吧 跟我们刚刚讲的是比较合理的 像webjet是受直接影响的 所以说跌了78% 那么这家公司 NAN是跌了40% 因为他不怎么受影响 或者是在不受影响 和间接受影响之间 那么就是30%和50%之间 现在跌40% 是很合理的 所以现在价格是市场价 大家买不了上当 买不了吃亏这个价格 KMD我不太熟啊 REA的话 REA肯定是会减少这个成交量嘛 整个市场REA 或者是car sales 卖车 卖房子的这些中介 肯定目前亏损惨重 他是受直接影响的 对吧 因为他的业务是需要人 去捣手买卖房产 对吧 这个跟NAN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下跌是50% 大家看一下 120 116 跌到了60块钱 基本上下跌50% 所以呢 大家就看一下 他到底是直接影响 还是间接影响 还是没被影响 然后呢 去找到他下跌幅度 如果他下跌的幅度 小于我们刚刚说的 30 50 70 那我们就可以进场 或者是超过他 我们去超个底 这个是可以的 那他现在是50%跌幅市里 也是合理价 但我不太喜欢 原因是因为 他的广告收入会大幅降低 未来如果是卖房子的人很少 澳洲卖房子主要是靠什么 不是二手房啊 赚钱的主要是靠新房 房地产商和这个开发商主要是靠新房来赚钱 那Real Estate上来讲的话 他二手房成交的这个对他的利润贡献率也不是那么高 他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利润结构吧 虽然二手房子比较多 另外呢 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海外资金的这块业务 海外如果是来澳洲的人越来越少的话 那本质上来讲是不利于Real Estate的 并且他的投资周期比较长 地产的周期比较长 所以我不确定地产什么时候能恢复 那么有可能你持有了很长时间 在涨了20% 但是加股票已经涨了40% 那机会成本就会比较高 所以Real Estate的可能在未来的复苏时间会比较长 APX我又买了 APX没问题 APX我又买了 这个呢就是我首当其冲啊 就是每跌多少我就会加仓的 那么看一下在 我看一下日线啊 给大家看一下日线 APX呢 为什么我又加仓了呢 就是因为他从这个26块钱27块钱跌到了现在的18块钱啊 大家看一下 26-18等于8 8除以26等于啊 跌了30%对不对 他只跌了30%啊 所以他不怎么受疫情影响 并且呢 我们刚刚讲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是现金要充沛 Afterpay有多少钱 Afterpay 不是Afterpay APX 不好意思 APX每年赚上亿啊 上亿啊 比现金啊 这都是现金收入 并且APX有什么重资产 他没有重资产的 他都是IT啊 科技类的 所以呢 这家公司是不错的 他也不是苹果这种公司 苹果其实不算科技公司现在 因为苹果是卖东西的啊 有人买东西才行 只有真正的科技公司是卖技术的 那么技术呢 他是wholesale 是B2B的 他受到的影响就会非常小 所以大家也看到最近从三月初开始他就跌不动了 他每次到16块钱就上来到16块钱就上来 那么其他公司刚刚也看到了还在创新低 对不对 只有最近两天才反弹 但是呢APX其实在三月初就已经开始反弹了 FXL是啥 不太知道啊 不好意思 ALU ALU可以可以看一下 我不是每个股票都懂的 所以说呃有的不懂的只能大家自己去研究了 ALU是旅业吧 我不是很喜欢这家这是什么公司啊不是旅业是那个也是软件来软件类的吧 查一下好了 一般来讲我们看股票啊可以看这个流亚financial或者是直接看这个啊网站就行就是SEC的网站在这个位置啊就是 右手边这个位置他会有一个annual report啊这个一般是比较值得看 然后这个呢就是SEC的这个啊你看的这个report啊我们可以看一下 revenue啊这里因为时间关系就不给大家细讲了 所以一般就看哎好了就是financial highlight的一般的上市公司报表里面都有highlight highlight的你看一下如果我们大家英文不好的话我们就去找两个字啊找UP啊就是UP大家看一下有没有在这个图上找到UP呀 U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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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所以呢只要所有东西都是UP就是上涨比去年上涨了13%41%50%多啊就是好公司啊就可以买啊所以呢你要看的就是说假设现在什么价格都跌了 因为现在是好公司跌坏公司也跌赚钱的公司跌不赚钱的也跌但是涨的时候就不是这样了 涨的时候呢先涨的是那些优质的公司就是被低估了的公司那么一定要去看财报就是他至少是第一呢是现金流充沛第二是赚钱的公司 这两个非常关键 好了我们在最后看一眼目前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消息 好了就是欧洲涨幅扩大啊目前涨6.1%啊法国涨4.7%英国涨4.3%啊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外盘中国china50指数上涨1.2% 欧欧洲总的600指数是上涨5%美元是下跌15个点目前是101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所以今天啊和明天啊相信都是按照大家目前持仓的一个情况来走的啊现在标普500是触发了交易限制也就是涨停了啊到了涨停板了最近真的是史无前例啊涨停跌停板无数啊 好了大家啊今天晚上内容就这么多最后呢我们再看一眼这个欧元的一个情况啊大家再回回忆一下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长线啊是看涨刚刚的一个买入啊止损的一个位置就是这根线把我打出去了 那么之后呢买入的一个很好的点位就是在这两根阳线啊你随便哪根线买都行那么现在的一个走势就是这样啊起飞了所以呢金融市场短线和长线都有可取之处大家结合自己的时间性格和资金情况自己去判定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那么周四晚上呢是我们邀请的悉尼的那个grant老师给大家做这个讲解啊之前很多人说我们墨尔本这边啊技术分析和石盘比较少所以呢也给大家带一些石盘 的这个讲解做一些短线交易但我本人不喜欢讲是因为我不希望交易影响大家的生活投资是帮我们享受生活的如果天天盯着那电脑掉头发像我这样的就不是没有乐趣了我还能拿工资大家掉头发没有工资还亏钱那就多不好对不对所以呢祝大家能够在未来两个月的时间把亏损都赚回来也希望大家啊身体要健康非常感谢啊我们下周再见周四我们悉尼的同事会给大家讲歌 祝大家晚安 感谢观看